以报命恩仇 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竞选总部时日成立 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上台致辞时 为了打破外界频传两人不合的传闻 立刻主动将丁手中懒牢牢 两人在台上笑得何不拢嘴 但回顾2014年两人为争取台北市长的党内提名时 可以说是该说的狠话都说了一轮 两人党内互打拳拳倒肉 刀刀剑骨 丁手中当时更枪连胜文不要靠霸 连胜文则批丁手中是个该被淘汰的老人 然而当年连胜文大选失利 输给素人崛起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时至今日 昔日党内竞敌丁手中 如今再战柯文哲 连丁两人可谓是几大合体炮口一致对外 丁手中更针对柯文哲迟迟迟未回应接受辩论与否一事 仍不满怒斥柯很荒谬 更酸柯文哲不敢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 又竞选总部昨天成立 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到场力挺相拥 摄影记者增学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